不好意思,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赵航 在本期视频里面上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医药和健康管理这个方面的案例 这个孩子,姑娘,本科,硕士都是在国内读的 然后快30岁的年龄了,我保护这个学生的隐私 我就不说他具体多大了 我也不会说他在哪个大学读的 在北上广一个主要城市里面,来自于北上广一个主要的城市 这里面其实包括你看他实际上,他是有这个工作和这个时期的这个背景 这个这个点,我今天录这期视频想跟大家说什么 学医疗管理和健康管理,这里面在商科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 稍等一下,然后这个我马上把它说完 这个学生呢,他是想未来想读MBA的 但是想读MBA,你看他学医疗的 一些pharmaceutical的 治药的,healthcare management,健康医疗保管理的等等,就是这些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你看他在国内他工作又是在医院工作 然后也在企业工作 然后之后想读MBA去,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家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国情不一样 美国在商科里面有两个专业是跟国情有了很大关系的,国家系统是有关系的,因为只要这事主要是跟人跟老百姓有关系,每个国家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命,老百姓都看着命,什么是命啊,就是看病 美国的看病系统 诶,我这视频我不想骂人好吧 美国的看病系统,大家可以 大家别觉得什么国外的月亮都是圆的 美国的医疗系统应该是所有发达国家里面最差的 就是连加拿大美人都笑话美国人,跟我没说欧洲了 不信我的去,2016年Bernie Sanders,那个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s,2016年民主党的竞选人Bernie Sanders到现在很有影响力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是New Hampshire的,Vermont还是New Hampshire,反正就那一片新英格兰的一片的一个州的一个Senter,也是现在的Senter 你看他说的 胰岛素,糖尿病人救命的东西,我在之前也是,我去医院的检查,我老也有糖尿病,所以我又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好像医生跟我说,我有high tendency高风险的type 2 diabetes 二类糖尿病的这个风险 张老师真心大,该吃吃该喝喝,我都不在乎,但是这个东西不一样,这个insulin这个东西好像是那个胰岛素吧,应该是,加拿大多少钱一个,美国多少钱一个,所以这个东西它跟 它跟社会的本身结构是有关系的,整个医疗体系是有关系的,包括科研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国情不一样的,你别说中美事件不同,美国跟欧洲跟加拿大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你学了,你不一定好转换的,你得看你继续学哪个方向,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内容 大家别想当人好吧,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在诚课里面,同样道理,这两个专业还挺普遍的,一个是health care management,健康医疗管理 健康管理,一个是human resources manager,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也不是,你不是说它一定不能学,健康管理里面它有些领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是学什么united stateshealth care system,美国医疗保证系统 你学它,你去中国,你去任何一个国家,你有什么用啊 人力资源是同样道理,人力资源,什么公会,什么劳动法,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和那哥的,这完全跨的国家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大家这也是实行啊,大家可以看看,在美国校园里面,这些健康医疗,健康医疗管理里面的 基本上,基本上办理全是美国人,都当地人在学,有些专业是,国际生是很难被转换的,国际生学的专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叫做transferable skills,可被转换性技能 就你这个技能是通用的,你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就比如人力资源里面也有啊,比如数据化的人才分析系统也可以啊,talent analytics 我之前给大家录过一期视频,这种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学什么工会,劳动法,什么员工保证,什么劳动者权益这些的,这些快乐国家系统是不一样的 你不用有些人老从来往外过来跟我说什么,啊,因为中国这,中国怎么了 美国跟欧洲还不一样呢 加拿大觉得美国是个笑话,欧洲也觉得美国是个笑话,那你说谁是笑话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一样呢,每个国家它这个整个的系统在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女生当时我在跟她咨询的时候,我就跟她提了这个醒了 我说一定要注意,MBA里面有没有healthcare management,健康管理的这个分支,有 还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商科啊,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是哪挣钱在社会当中他们研究哪个方面的领域 张老师不光不否认,而且我非常承认,在美国,pharmaceutical,这种制药业,healthcare,健康医疗类的,medical,医疗类的,都是billion billion dollars的,都是成千上亿的钱 最有钱的美国人,一是律师,二就是医生 你觉得,你觉得商务院的学生去做咨询的,挣钱 你觉得商务院的学生去做金融的,真正特别特别有钱的是那些医生和律师啊 所以商务院知道这个 就你玩人的专业都挣钱啊,说句不好听了 我玩不过你,我用法律啊,玩法啊 商业要想挣钱,你看都要不MBA加JD呢 加法律里面的,要不MBA加healthcare management吗 健康管理,健康医疗管理里面的 他整个的,你从买药,你从治药,你从消费者拿药 涉及到整个的保险的后面的medical billing都是不一样的 这跟国情不一样,有些人说,好,我毕业了 我干嘛要去别的国家,我留在美国工作 你在拿你自己的命,在赌这份概率 哎,我认识,我好多好朋友 他们是在美国健康医疗体系里面工作,挣的很多啊,很稳定 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事情来赌这个概率 就是你赌可以,我不拦着你 但是我有义,我把这个话题先跟你说清楚 这里面的所思考的点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去别的国家工作 那整个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有些课程,有些,也不是说一盘子全都打没了 有些在医疗健康,healthcare management 包括pharmaceutical,包括什么这种research medicine research等等,这里面的领域是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来讲 我知道这些企业很挣钱 我知道,我就不点名了 在美国这些医疗公司有哪几个是穷光弹的 美国医药公司基本都负着流油啊 但是这个点在于这个技能是否能够被通用进行转换 所以这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真的要仔细思考思考 这些点 仔细思考思考这一点 然后再做出一个聪明的决定 好吧 我每周五个党的免费的资金生产 大家想联系到 可以给我发现 firstsim.lastmahannessy.com 那时候我微信联系到 PCMC HNS PCMC GMJ PCMC Eric 以及PCMC LI 以上是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we hold back to you to see